科學不需要透過科本學習的時間也非常重要 為了讓學生透過時間來了解科本地識 是由南宮國修透過教育部價位基盤書家科學營 讓大家學習做時間,利用書家開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學生依照老師的支持和事業的結果拿去看 這是四個南宮國修的科學營 為了要讓學生學習科學的實驗 好好透過教育部價位 要請口外的老師來教大家,大家都算得很高興 我們學到了聚光跟不聚光 還有激光和酸鹼性的運用 酸鹼子你覺得怎麼樣? 就很好玩,但是碰到手會很痛 之後會不會再繼續參加? 如果有的話就想參加 剛剛那個酸鹼子好不好玩? 很好玩 你覺得老師上課怎麼樣? 上課很有趣 很有趣,然後教的也很好玩 試驗對科學來說非常重要 基本的庫庫也非常豐富 希望透過這次的試驗 讓小朋友對科學三星興趣 剛剛我們做的那個是酸鹼子 酸鹼PH值 那它的顏色是有分 就是酸性是紅色跟黃色的 那鹼性的話會是藍色跟紫色這樣子 那會把一些就是給小朋友帶回去的酸鹼式子 那可以讓他們自己去測試他們想要測的東西這樣子 那後面的話我們還會上到乾冰 會讓小朋友玩一些好玩的乾冰的實驗 那看起來小朋友的反應都還蠻熱烈的 就是上課的時候就是還蠻開心的這樣子 平常是在學校上課都是酷本上的地域 老師會利用酸鹼基幹斷了大家來做試驗 不只是做出酷本上的效果 也讓小朋友有喔也有算 那藉由這個夏日樂活的營隊活動 我們可以很好的結合跟學生平常上課學到的有關 酸鹼中和或者是光的相關知識 因為平常我們在上課的過程中 有比較多的知識傳遞 比較沒有像這個營隊活動一樣 有那麼多的時間可能長達兩三個小時都要做實驗 讓學生更有動機去瞭解 生活中日常的大小事情 讓他們在結束營隊活動活到日常的課程上 可以更有興趣的去學習每一項內容 透過試驗的庫定 不只是讓大家實在庫本上的地域 也不用對庫哈的憲署 為今年的蘇格今天不一樣的趣味 記者探討新細本報道